所以佛法听 就是用心听 用真诚心听 用恭敬心听 悔开悟 不能想 一想 完了 落到意识里去了 落到阿赖耶去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知识 不是智慧 骂鸣菩萨这三句话 重要啊 一言说像 名字像 心源像 全都是手段 是方法 不是目的 你要到香港去 路边上给你插个直路牌 走的那个方向 那么就 你把直路牌 当做香港 我已经到了 香港就在此地 错了 香港距离就很黑 所以 开经济上 远皆如来 真是一言 不容易啊 吴在天 写出这一句话 他自己 没有说到 他自己 也到地狱去 受苦去了 他跟李世民 唐太宗 前世的冤家了 这一生 碰在一起 云云相报 云云相报的结果 堵落地 你说有什么意思 所以冤家 一结 不一结 一定要化结 绝不亏结缘 结缘 脱离不了 的轮回 你修行 冤家 债主 找你麻烦 缠住你 不让你修 不许你功夫得力 这个麻烦 这个麻烦大了 冥冥当中 有一股力量 纠缠住你 你要怎么样化解 化解的 云里 就是放下 放下就化解了 你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需求了 你的愿情 带出对你 一点办法 对 如果把自己的修行 积功累得 回向给他 这个愿就能化解 要睁干 不睁干 不行了 这一步进 无量寿经 会几分 花念足劳 居士的 基督 是我这一生当中 六十多年 所读过的金本 我觉得这是 第一步进 分量 不同 圆满 居足 寒舍 一切祝福如来所说的 一切 宝中之宝 是法宝里面的 无上 法宝 人真能发现 一门 深入 圣灵 寻修 他真 拯救你 圣灵 时间不长 真是一刹那就过了 为什么不做佛 为什么不做佛剧 为什么在六道里 还搞恩恩怨怨 还干这些杀死 那学了这一部经 不能不开悟 认真学习 决定 开悟 门